大年三十,长安落了大雪 罗毛大雪洋洋洒洒下了三日 满长安城银桩素果,云遮雾绕 我推开窗友,举杯小小敏的口酒 远处高翘的眼角下挂着一串泛青的宫灵 风起时,摇摇晃晃,带起一阵脆响 今年的除夕宴伴得隆重 远处灯火辉煌,人影冲冲 几个穿冬凹的小宫女嬉笑着走过去 细碎的才学生清清楚楚传到我耳边 团然日啊,皇宫里头难得热闹一回 我想起我幼时也曾在除夕夜登上城楼 那一夜居民同乐 我从高墙俯瞰,满目的万家灯火 星河一道水中央 世人追求亘古圆满,哪怕月满亏焰,果熟地落 然而,这人世间怎可能有十全十美 只在除夕这一日,所有的不美满 尽数掩藏在生生爆竹之下 青岁为我披上大肠,替我血眼上窗 娘娘,窗边风大,莫着凉了 我妈撒着卑鄙的纹路 刀,指不定还能再看机场雪了 青岁红了眼眶,抢言道 娘娘说什么呢,您是有福之人 我向来不太会安慰人 只好疲累地朝她笑笑 阿胡今晚来吗 小殿下说她晚些会来看您的 我累了,阿胡若是来了,唤我一声 我往床榻走去,走得半道想起件事 阿胡过了年几岁了 小殿下过了年,该九岁了 我点点头,九岁了,又长大了 难怪看她长高了那么多 我要闭上眼睛之前 拽住青岁为我噎被子的手 青岁,这些年,辛苦你了 她摸了摸我的头发,笑得温柔 辛苦什么,照顾娘娘是我的福分 过了年,娘娘又长了一岁 可要忘些事了 她将我的手仔细放进被子里 睡吧,娘娘 小殿下来了,我在叫你 交房店内轻轻冷冷 丝丝寒气自身下的床榻一直进入骨髓 我点点头,乖顺地闭上眼 其实我同她都明白 我这身子已经熬不住多久了 迷迷糊糊睡过去的时候 我听见青岁轻轻换了声闭下 我想睁开眼,但眼皮子实在重 亦是混沌之时 对外界无半点反应 又是一年春寒料鞘啊 近来闲来无事 我总是回想起那些 身白在苦痛之下的琐碎趣事 仿佛我和忠书还站在原处 而不是如今这般练不全非的模样 我名唤陈佑 是东元最不受宠的一个公主 在许多个冬夜里 我蜷缩着身子 在漏风的偏地小院瑟瑟发抖时 总会止不住地回想当年圣宠时候的光景 我曾是东元最受宠的公主 我出生那日 父皇在皇宫 摆了三天三夜的流水席 自我称号迷宫主 他还为我娶了小名 岁岁 娶平安顺岁之意 如果事情继续这样发展 我将是东元最风光的小公主 彼时我所用一群 无不是天山所取 冰残丝制成 所识仙果 就是快马家边运来长安 东珠 玛瑙 宝玉 这些旁人看来精致贵重的东西 许多时候是被我用来砸着玩听响的 而我受宠 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母妃是父皇捧在心肩上的可人 母妃是我见过最貌美最温柔的女子 话不多 总是在我救父皇短姿时温暖浅笑 父皇不会阻止我的大逆不道之举 还常常在我救完后 将胡子埋在我的井窝里头刺我 我轻叫又咯咯发笑 向父皇求饶 这时候母妃才会出手 将我抱离父皇的怀抱 轻轻摸缩我井窝的泛红处 母妃从未红过脸 即使是被父皇赐死之时 她也只是浅淡地脸了剪 问她 你不信我 父皇此人 罪是无情 圣宠之时 恨不得将这世上最好的真物捧到你面前 可一旦她起了疑心 生了厌恶 便什么都不管用了 我为母妃变白 她一掌将我扇开一米外 她看我的眼神变了 厌恶 怀疑 唾弃 她甚至开始怀疑 我究竟是不是她的亲生骨肉 我的嚎啕大哭不起任何作用 母妃还是被刺死了 死后还被做成了人质 我在冷宫中闻讯后 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 一想到母妃那般的人物成了这副模样 我就浑身发冷汗 机遇作 我不明白 人心为何能变得那么快 我更不明白的是 父皇坐拥后宫家力三千 而母妃不过是联系故人出手相助 才直落人圈套 她到底是以和脸面去质问母妃的清白 后来 当我因实在恶的发慌 偷偷去几个小太监房里拿了几个馒头 而被他们拳打脚踢之时 我便明白了 人是奸 情之一字 最是不可靠 恩宠 靠山皆是过眼云烟 从来全是才有话语权 从前我风光无限 众人无不阿谀奉承 不过是因着我公主的身份 可现在 我什么也不失了 就连父皇所赐碎字 一位被保留 两点消失 变为一个主字 最是无情帝王家 我以为当我年少时便早已看透 却不成想 不过是兜兜转转又重蹈覆辙 我在冷宫 过着无依无食 苟且偷生的日子 任人欺贱 是已 当叛军打上长安之时 我无任何悲弃之意 甚至感到了解脱 母妃当年拼死将我保住 是已无论日子过得多艰难 我也从未有轻生的念头 但若是能死在叛军手上 便不算是我动的手了 我做梦都想见到母妃 叛军逼近我房门前之时 我身着公主服 闭着眼 安静的妈撒着手上一块残玉 我这公主服 不是因为自尽公主身份 而是这是我唯一体面的衣物了 房外光亮进来时 我看到打头的是个银桃小将 面目俊朗 唇红齿白 眉目之间巨是风流 乍一看 我还当是长安城里 哪个贵族顽固投了叛军 我将残玉攥在手里 听见那小将问 何人 明义公主 陈佑 我抬眼看她 毫无惧怕 眼神冰凉 我问她 东元皇帝死了吗 小将证然 死了 鞭尸三日 我轻轻的妈撒那块玉 勾起嘴角怅然道 母妃 你听见了吗 彼时我的踏钱 还扑伏着一具 死相猙獰的太监尸体 我的脸颊上 还参与着一道 长长的干涸的血迹 后来 忠叔数次告诉我 他就是被我抬眼的那批击中 淡漠 破碎 空洞 那一刻就好似我才是 追逐猎物的野兽 其中的残忍意味 让他热血沸腾 也是因为这一眼 镇中履历其功的忠叔厨 应受官职之外 其余珠宝 每人赏赐 结未受 新帝问他想要什么 他说 想换名一公主自由身 本来按照朝堂所商议的 所有皇室子弟 皆会被沉入护城池 以锦校游 但以一个不受宠的公主 一命换取财宝土地 这对如今正是 急需钱粮的新潮来说 无疑是一笔极其划算的买卖 新帝龙兴大悦 允诺中书同陈佑的大婚 与太子婚期同日 我被接到将军府中 这是前朝广越王的府宅 极尽奢华 后辈改做中书的将军府 中家一家禁术搬了进来 我整日整日待在府里 未曾出过门 禁后婚期 中府给我配了个大丫鬟 换做清碎 清碎第一次给我洗澡 看到我骨瘦如柴 伤痕累累的身体时 就红了眼眶 她确实是个爱哭的女子 很多时候我觉得并没有什么 她却总能气不成声 我浸泡在热水中 感受着久违的温暖 毕竟在冷宫 我是三天都洗不了一次冷水澡的 洗完澡 我便吃了入将军府来的第一顿饭 菜上的多 但我吃的更多 恨不得将肚子舔的饱饱的 但动作并不急促 只是不曾停过筷子 后来入睡前 我没忍住 将那顿吃食吐得一干二净 我在冷宫中 吃得尽是残根冷质 有时好几日吃不上一顿饭 只能靠喝水度日 是以肠胃早早就坏掉了 我还记得我吐完了之后 拉着清碎的手 吸声吸气的说 我不是故意的 还让我吃吗 然后清碎的眼泪就掉下来了 我吓了一跳 清碎后来说我当时脸色苍白 很是不安 那是我头一次服软 清碎大有十岁 很多时候她的温柔 纵容总让我想起 在我记忆中模糊了十年的母妃 其实我记不得母妃的容貌了 所以我总是依赖清碎 企图从她身上 找寻母妃身上的暖香柔软 中书老是吃味 因为我经常对清碎撒娇 却很少对她露个笑脸 其实是我出入将军府 拜见她的家人时 便察觉到了她们的亲贱 我对别人的恶意十分敏感 谁看敌我 吃笑我 我一清二楚 中家人多 心眼也多 他们不明白 为什么中书不把金银财宝搬进门来 反而换了个一文不值的落魄公主 她们不喜欢我 我自然不会巴巴贴上去招贤 后来是一只猫跑进了我的房里 二话不说 钻进我的床底下 当时我正前眠 被唬了一跳 然后一个粉雕玉琢的小姑娘跑了进来 她看起来七八岁大 有些羞涩 怯怯地看着我 换我嫂嫂 她换作中离 是中书唯一的亲妹妹 和她简直是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 因着一直养在祖母膝下 性情有些腼腆 不太爱靠近旁人 我问她 是来找你的猫吗 她小幅度地点点头 一双小鹿般的眼睛 窃窃盯着我 半上 细声细气说了句 嫂嫂真好看 我玩耳一笑 是想贿赂我替你捉猫吗 怎得好端端夸起我了 她脸红 是真的好看 我不再逗她 起身趴在地上 扫射床榻底部 她小小一直蹲在我身边 替我小心护着头 然而那猫实在狡猾 躲入床上角 便不肯再出来 冲我撩起小尖牙 我伸长了手 都碰不着她的一根毛 这下是真有些下不来台了 于是我狠狠心 整个人钻进了床底下 中枢进来的时候 看到的应当 便是她的粉团妹妹 蹲在床榻旁 微微张着嘴 一副焦急模样 更诡异的是 床榻下不时发出 奶猫的嚎叫声 她弯身往床榻下探去 银面撞上我的脸 是真的撞上 我惊呼一声 手上的奶猫吓了一跳 在我手腕上 狠狠挠了三道爪痕 中枢一手 拎着奶猫的后脖梗 一手挚着我的肩 把我提出来 中枢一下冲上来 小心翼翼捧起我的手 给我吹伤痕 又抬头问我 嫂嫂 疼吗 我摇摇头 把那只猫 在中枢身上擦了擦 递还给她 去玩吧 中枢小可爱 临走的时候 还一步三回头望我 最后冒出来一句 嫂嫂 以后我能来找你玩吗 我点点头 然后中枢大步走过去 提起她的后衣领 将她一路滴流出去 在关门之前说 便由她去了 她上药 我便盯着我手上的伤痕看 不可避免地 观察到她的手 她的手 白皙匀称 骨节分明 阴长年握着兵器 只副有一层剪子 有些粗粒 碰到我的手 很是苏玛 上完了药 她便将药瓶放回原处 回来的时候 去拿了把木树 我抬头望她 也不说话 她先拜下阵来 将木树塞到我手中 故作强硬在我腿上躺下 她说 我很累 睡一会儿就好 行吗 她并未给我答复的机会 转头埋进我小腹 蹭了蹭闭上眼睛 我将梳子打了几个转 看见她眼底下的清黑 还是顺从地 将木树插进发肩 缓慢且温柔地 为她从头梳到尾 从前母飞很喜欢为我梳发 我也常常躺在她的怀里 伴着她唱的小曲 安然入睡 钟叔这一会儿可真够长 以至于到后来 我也不知不觉睡了过去 醒来时 大腿出一阵酸麻 钟叔在我躺下后 便变换了姿势 一路往上 一直枕到我的肚子上 我瞪眼看了会站顶 在将她打醒 还是一脚踢下去之间 犹豫不决 索性不等我动手 她便醒过来了 睡得有些久 她睁眼时 还有些发懵 眼睛清亮亮的 有些呆滞 我将手伸到她长长的睫毛上 她不明所以 睫毛扫动了几下 很痒 也很刺脑 钟叔还没反应过来 突然身体被推开 她毫无防备 一下子跌落到地上 钟叔一副不知发生了什么的模样 爬起来问道 做什么 我不踩她 镜子小心坐起来 轻轻按揉大腿 钟叔也反应过来了 闭上嘴乖乖坐到我身旁 看我时不时醋眉 钟叔道 很难受 我看她一眼 又将目光落到她的腿上 意思是 你自己试试不就知道了 她摸摸鼻子 不敢再说什么 然而我按了好一会儿 腿部的酸麻 也只是稍稍消退 仍是难受 钟叔耐不住 又道 你这样是不行的 她还没问过我的意见 镜子弯腰 一把掰直我的腿 一本正经的说 啊 别这样 这下我接接实实叫了出来 眼角飙出几滴泪 我实在气不过 扔到她的手 接接实实在她肩上 背上打好几下 钟叔 这是我第一次换她的名字 她哈哈大笑 不闪不躲 边挨打边笑 一直笑弯了腰 笑得躺在背心上直抖 这时候她骨子里的那种少年气 才真真正正显露在脸上 此时的她不是新潮的票级将军 不是冠军侯 亦不是钟家的天 不过是一个恶作剧 得逞后的开怀少年 我气恨恨推她 她躺在床上 便想撤住我的手肘 将我压入她的怀里 我偏不让她得逞 一下站起来捉住她的脚面 一个发力便将她脱下床 钟叔AA求饶 这下接接实实一声闷响 她痛得呲牙咧嘴 我报复得逞 轻轻踢了踢她的小腿 这时候她突然收声了 只正正望着我 她捉住我的脚 说笑起来多好看啊 往后多笑笑吧 我多叛逆一人啊 凭什么就得听她的 于是我又轻轻睁开她的手 往床那边走过去 哼了一声 看你本事 我本事生气的 然而就在 我转过脸不经意扫过镜面时 惊讶地发现 镜中的女子竟脸颊泛红 每眼间都是笑意 事实上 自从踏入冷宫的那一刻起 我的世界里只于仇恨两字 深宫里头吃人 活生生的人进去了 也只会剩一句哭骨被送出来 所以在深宫里头 是没有人敢真心实意地笑的 更何况是我这样的处境 然而此刻 我分明从镜子里头 看到了我眼底 真真切切的恼怒和笑意 我有些不自在地收紧唇角 感觉她在此刻僵硬了起来 就好比十几年 为拿过笔的书生一样 我对原本最为熟悉的东西 感到了生疏 我不再理会中枢 而她也很快 被青碎盯着 请出我的房间 我们是未婚夫妇 到底还不能同访 今日如此 已经是十分出格了 往后中枢再来 不论做什么 都会被青碎紧紧盯着 偶尔越了戒 还要被瞪两眼 她被瞪了也不恼 只扇扇收回手 但轻碎一走 她就更加明目张胆 抱着我的胳膊 蹭来蹭去 仿佛是一条大狗 这时候我不会打理她 否则她能玩一下午 但有时她见我不踩她 也会恼火 这时候她会抬手 遮住我正看着的书页 一只大手几乎盖住整本书 她就是这么做了 我也不会轻易开口 没有书看 我就玩她的手 不削多久 她的手便忘了方才的使命 只软软任我牵起 又被我抛至一旁 后来她又想出一招 把我近期再看的话 本镜数看过一遍 几乎滚瓜乱数 然后在我看的时候 提前告诉我后来的发展 不得不说 这招对我确实有效 我又是啪啪 脸打她好多下 一边叫道 钟书 你走 她又笑得东倒西歪 抱着我的胳膊耍赖 不走不走 我不说了 此人话里十句有九句是真的 但这九句里又有七句 是她做不到的 不需要片刻 她又是闭不住嘴巴 后来我直接将书丢给她 让她读给我听 她这才安分了些 当然 偶尔她又会作怪 譬如轻轻覆在我耳边悠悠道 此事发生在原念的鬼节那天 街上无一行人 我只拦拦抬手 捏住她的唇瓣 在家边 她就扑扑直笑 方才讲鬼故事的气氛 破坏得一干二净 钟书说 我总是能轻易逗她发笑 我被青岁照顾得极好 等到了大婚 那天我也养出了一身的细皮内容 为我穿上大红嫁衣 戴上凤冠后 青岁握住我的手 对我说 夫人要好好的呀 我点头 破天荒回了她 你放心 钟离守在我旁边 她说 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看的新嫁娘 我俯身亲了亲她的小脸 笑道 谢谢 很奇怪 在我大婚的这一天 我做了许多往常都不会做的事 譬如笑得眼睛弯弯 譬如主动拉了钟书的手 就好像十年前的那个无忧无虑的女孩 缺失的灵魂回到了我身上 钟书要把我接走的时候 钟离把她拦在门口 钟书身后一众公子哥 打去她妹妹要来抢亲了 钟离一张粉嫩嫩的小脸板正的严肃 哥哥 你要对嫂嫂好 钟书道 小屁还懂得还挺多 钟离道 不要嬉皮笑脸 钟书只好举白旗 知道知道 还用得着你说 我在盖头下落了一滴泪 轻飘飘溅在我的斜面上 我坐在房内等着我的新郎官 屋外人声鼎吹 屋内只有龙凤竹燃烧的霹里啪啦声 就在我昏昏欲睡的时候 屋外一阵凌乱的脚步声 夹杂了几分咒骂 钟书你大爷 别揪我头发了 放手 这孙子 几被黄苍下肚 就封成了这样 哦 别掐别掐 爷爷快放手 错了错了 门突然被打开 而后又重重关上 钟书扯着嗓子喊 都走都走 外面那群人开始笑他 瞧着猴几样 怪丢人的 钟书踢了两下门 然后亮亮呛呛 朝我走过来 我还没反应过来 红盖头突然被掀起来 他两只手捧着我的脸 醉眼迷蒙的盯着我 钟书道 你是谁 我还没开口 哦哦 想起来了 他自顾自点头 玉关晃动 是我的新嫁娘 然后他又急了 你是我娘子 你怎么不亲我呀 啊 我不好看吗 我身材不好吗 你为什么 我轻轻贴上他的嘴唇 酒气很重 然后又离开 钟书成了一只软脚虾 我的唇腹一分离 钟书就鼻挺挺摔了下去 脸贴着我的脚面 我一个人实在拖不动他 只好叫了小丝 把他搬到育房 我自己也卸了妆 洗了个澡 出来的时候 看见他就穿了身大红中衣 靠着床发呆 我不理他 将湿透的长发梳齐了 又取来空心流金球 烘干头发 我抬头一望 看见他不再发呆 而是看着我 于是我朝他招招手 让他坐在我旁边 我问道 不会喝酒 怎么还喝那么多 钟书摇头 我没喝 我皱皱鼻子 一身的酒味还没散呢 好吧 我喝了 他乖乖的 又说 可我觉得我没醉 他刚说完 就打了个酒格 嘿嘿 他不好意思的笑了 脸埋在我的颈窝 一粒糊糊又倒 你叫什么 我叫钟书 我顺了顺他的发 碎碎 我叫碎碎 钟书的唇 不经意擦过我的脖梗 微眠着眼 呼吸声轻轻的 我用脸颊蹭了蹭他的发 浓重的酒味扑面而来 我近乎呢喃 钟书 别骗我 他的呼吸轻轻浅浅 暖暖的打在我脖梗处的皮肤上 酥酥麻麻 等我烘干了头发 肩膀处早抹了 钟书实在太重 我拽住他的胳膊 扯了扯 起来 他不动 没有办法 我只好拖着他缓慢的挪动 好不容易拖到床榻上 我已经出了浑身的汗 我摊开颈背 掩住他的身子 自去吹了灯 又从他身上爬过 不小心踩到他的小腿 他叫了一声 又没动静了 新婚夜 新郎官喝得烂醉如泥 我闭上眼 酝酿睡意 意识症迷糊时 感到腰肢被一条手臂孤住 新郎官怕冷 提过来蹭了蹭我的脸 他轻轻地说了句梦话 碎碎 我们好好的 我睁开一眼 十分清醒 好 打我入了冷宫 就经常做一个噩梦 梦里我只有五六岁大 爱穿红裙子 手脚上带着小精灵 跑跑跳起来 淋淋地响 我最爱疯完 常常从东宫跑到西宫 一溜的太监宫女 跟在我后头 放我跑慢点 我不听 跑得更快 渐渐甩开了他们那群人 然而很快我发现 我迷路了 曲曲绕绕的抄手游廊 我怎么走也走不明白 我大叫父皇母妃 希望有人能来 带我出去 终于我走到一座宫殿前 金碧辉煌的大门 大喇喇敞开 我拎起裙摆进去 店内暖香暗服 甚至还夹杂着 什么怪异的声音 我撩开帘子 看见两具白花花的肉体 如同蛆虫一般 交缠扭动 其中一个朝我转过脸 赫然是父皇的脸 而他身下面人 全然是陌生的面孔 男人慌了 穿上衣袍 朝我跑来 碎碎怎么来了 也没告诉父皇一声 我惊恐地看着他 莫得尖叫起来 哎呀呀 你不是父皇 你是谁 我一直叫 又颤抖着不让他碰 后来我发了场高烧 差点丢了半条命 痊愈了之后 前世忘了大半 有时候半夜醒来我 经常看见母妃满脸泪痕 坐在我踏前 我问他怎么了 他摇摇头 轻声告诉我 碎碎 别活得太清醒 母妃宁愿你没心没肺 活一辈子 好吗 我不懂 我看到我到了很飞的目的 他的坟前杂草丛生 我磕了三个响头 告诉他我过得很好 让他误在挂念我 这时候我听见坟墓后 传来咔嚓咔嚓的声音 我走过去一看 一只狼叼着不知从哪来的一块腐肉 狼嘴大幅度嚼动着 一双绿油油的眼睛 却悠悠盯着我 他张开口 进口吐人话 名医公主你真的好吗 死了不是更解脱吗 我愣愣看着他扑过来 咸水滴到我的脸上 恶臭扑面 我奋力挣扎 却感觉手脚被紧紧置住 只能看见那血盆大口越逼越近 我激进窒息 碎碎 碎碎 醒醒 我的脸被拍打着 终于我睁开眼睛 看见中枢一脸担忧的看着我 我张了张嘴 发现发不出任何声音 中枢抱着我 一遍一遍为我顺背 没事了没事了 都是梦 梦都是反的 我待着了一会儿 墨底浑身剧烈的颤抖起来 碎碎 我紧紧抱住他 放声痛哭 我母妃没了 我父皇也没了 他们都死了 那个畜生呢 凭什么他能忘了一切 是他杀死了我的父皇和母妃 鞭尸三日根本就不够 我恨不得吃他的血肉 中枢一遍遍地顺我的背 一声声告诉我 都过去了 碎碎都过去了 他走了 没有人会再欺负你了 好不好 我只记得我哭了很久 期间外间的嬷嬷走来走去 中枢要去拧毛巾 我手脚并抱住他 一抽一抽不让他走 他顺了顺我的头发 一边硬好 一边把我从床上抱起来 我就好像婴儿一样吊着他 等他给我擦汗 擦身子 等我彻底冷静下来 天边已经起了亮光 我筋疲力尽地靠在中枢身上 在我睡过去的前一刻 我嘶哑着告诉他 别骗我 然后我失去了意识 不知道他有没有听到 有没有给我答复 新婚夜 新嫁娘折腾了一晚上 鸡飞狗跳 后来我数次回忆大婚的那天 从睁眼到沐浴梳妆 再到我牵住中枢的手 在那一天 我不再是明依公主 后来他靠在我的井窝里 轻轻地把酒气吐在我身上 那时候我的心软成了一滩泥 我的丈夫永远不会知道 那天晚上我放下了什么 又藏住了什么 钟家的新嫁娘 在那一天里 是人世间最幸福的女子 素叶折腾的结果 就是第二日十分疲累 我和钟叔强撑着 去给钟家长辈敬了茶 一回房便拥在一起 合一而眠 醒来时 已经是傍晚了 我的眼睛又红又肿 完全见不得人 天天钟叔坐我对面还要笑我 我气得把吃剩的骨头 都夹到他碗里头 威胁他不吃完 今晚不许上床 钟叔很是纠结地看着我 我咬了碗甜汤 自顾自喝起来 这时钟叔决绝地 加了块骨头 真开始嚼 没嚼两下就开始咽 我吓了一跳 叫他快吐出来 钟叔嗷了一声 乖乖吐出残渣 又很犹豫地告诉我 是你教我吐的 不是我自己吐的 我也给他咬了碗甜汤 他咕咚咕咚喝完 把碗地给我再要 结果那顿饭 他整整喝了五碗 半夜起了两三次 他起了平 我睡眠又浅 于是他起了多少次 我便醒了多少次 一直到后来 我俩全然没了睡意 骑愣愣躺床上 对着仗顶发呆 钟叔的手 悄悄探过来的时候 被我一把钻住 捏了捏 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钟叔不说话 只反手包住我的手 我还在发愣 他突然附上来 月光从窗帘飘进来 在他的脸上跳跃 他的眼睛亮晶晶地 嘴角抿着 而后低下头 温柔地附住我的嘴唇 软软的 温热的 我渐渐迷失在他的温柔里 天快亮的时候 房里浇了两次水 我那时已经睡得不醒人世了 后来如何也尽数望得一干二净 反正在钟叔问我时 我是这么说的 钟叔很失望 手指搭过来 勾着我的小拇指 黏黏糊糊不肯放 钟离常常跑来我房里 他那只小奶猫长大了些 整日里懒洋洋的 到房里就开始撒鸭子四处跑 我管了几次 实在管不住 后来干脆随他去 有好几次钟离要走了 结果那猫一直还躲着 怎么找也找不到 等到了晚上 钟叔去拿衣物 才发现那只奶猫 就团在他的衣物里头 见他看过来 还轻挠了几下 这只猫喜欢钟叔 钟叔却对他嫌弃得很 有次他坐到了一件 我坐的外衣上 还撒了抛尿 钟叔气得破口大骂 扬言要让钟府上下 每人分一盏炖猫汤 说实话我有些嫉妒 因为我打小就不招动物喜欢 但我又爱得紧 钟叔知道我这一番汗的汗死 我闹得闹死的言论后 主动抱起那只猫 放在我的膝上 猫叫着要跑 他就孤住猫的身体 让我赶紧玩 有时候他羡慕得紧 也会把头放在我的膝上 出于抱负 还会把那只猫给挤下去 那猫长嚎一声 非但没有冲上去挠他 还凑近他的袍子 主动攻起背 钟离说钟叔在我面前 总是将态度软和了几十倍 黏黏糊糊的 和他以往的形象截然不同 我问他 钟叔以往的形象又是如何 他还小 只是听过丫鬟闲聊几句 会说的话也不多 只能活轮吞枣的描述 他在府里虽也脾气好 但绝不是在我面前这样的 我实在好奇 便问钟叔他以往是什么样的人 看得出 钟叔对他少年时候的 丰功伟绩很是得意 上房接瓦自不必说 据说他整日里带一帮公子哥 出城打猎踏青 到了黄昏 才打马漫悠悠的回 酒馆 赌方三天两头 就见得着他的身影 钟家当年后过太祖 祖上也有人当过大官 只是后来又没落了 钟家祖父从白身入朝 又一路官拜宰相 然而 当年决定举家离开长安的 也是他的祖父 他告诉钟家和府 长安的水太深 往后非不得已不要去碰 而女孩能用他图去养活 是以钟叔即便整日松散度日 除了每月会挨祖父几顿打 也没人管他 他模样生得极好 十几岁时正是青葱年少 打马回来时 便有许多姑娘朝他制手帕 头几次还好 他会让小思把手帕归还原主 后来多了他就应付不来 钟叔从哪个角落制出一包硬物 他弯腰躲过 凑不及防打在他身后那人身上 那人鹅角立即红肿了起来 钟叔侥幸道 幸好中标的不是我 不然肿了一个大包 那人悠悠看着他 钟叔才把没说完的三个字吐出来 多丑啊 他又说 后来才知道 是那姑娘怕手帕轻飘飘的 支不到他身上 就包了好几块碎石头 没想到转头那么好 后来又发现那姑娘和那人 是自小就定了亲时的 阴差阳错 他加速了一场连阴 他说话来抱我 我拍开他的手 掖了掖背脚 装作一副我要睡了的模样 钟叔百思不得其解 不停追问我怎么了 我踢踢他的腿 视野安静些 后来我要睡着了 他又凑到我耳朵旁边 还笑道 你莫不是醋了 我当作没听见 动也不动 只做我睡着了 这时候耳垂突然被轻轻咬一口 钟叔含住了我的耳垂 我惊叫一声 直接踹了他一脚 钟叔熬的叫了一声 接接时时摔了下去 我起身把他拉起来 安抚的亲亲他 以示歉意 第二日起床的时候 发现他的颧骨倾了一小块 怪滑稽的 我边给他上粉遮掩 边咬唇忍笑 钟叔忧愿地盯着我 他撅起嘴巴 有那么好笑吗 我亲亲他 安慰道 没有 还是很好看 可 中午吃饭的时候 钟叔大啦啦顶着这么一张脸 出现在众人面前 祖母惊叫了一声 连换他到跟前 一口一个心肝 问他怎么弄的 钟叔反过来安慰他 不过是不小心摔了吧了 钟家叔父打去他 近日上朝 被童谣笑话的滋味如何 钟叔在外头 还是很有家主风范的 笑得温润 桌底下却勾着我的手指头 委屈巴巴挠了挠我的手心 我顶着祖母不满的眼神 什么也没说 给他加快木啊 饭后 钟叔被祖母留下 我回到房内一会儿 钟离就来找我了 他方才一直在祖母房内 听到祖母和钟叔说我的不是 无非是聚嘴的葫芦 说不出半句话冷心冷肺 对长辈也未有好脸色之类的说辞 但是他怀疑 钟叔脸上的伤是我弄的 我摸了摸他的脸 没有为自己辩解 毕竟这都是事实 早在大婚之前 我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我的性子必会招来非议 我也不抱有被容纳的希望 很多时候我都会觉得 其实我的三魂七魄已然丢了一半 浑浑噩噩噩地苟且在这世上 渴望死去却又努力活着 一个缺失的人是融入入人群里的 钟叔也知道我的性子 是以他会尽力为我推掉 长安城里贵族夫人的宴会 我对谁都是淡淡的 也只有在钟叔面前 我甚至连我的结局都看到了 但钟叔的出现 让我暂停了这种绝望的意想 这人世间如此令人绝望 如同一谈泥闹 恶臭难闻 而他鲜活 生气 意气风发 他教我收于恨 且娇称 修自葬 不练试水 土海回身 免受孤身流放苦 西底扰境 钟家军出征的前一天晚上 钟叔躺在床上抱着我 不谈国事 不谈边境 只给我描述他往日少年时候 干过的混账事 他说他的祖父刻板 常常抄着一个木棍 要么厚在后门呢 要么等在墙根 等他偷摸着溜进来的时候 猝不及防冲他背上来这么一下 老头子看着气势大 其实手下不重 当时钟叔还以为是老头子年老了 身子弱 不愿让他伤心 每次都惨叫着冲出去 被他追得满堂跑 又说祖父去世的那天 把他单独叫来了床前 跟他说 他是所有子孙里头最像他的 少年时候虎 坐天坐地 什么也不怕的样子 其实心里头软 说难听些 就是有些优柔寡断 这也想要 那也想要 他还说他这样的性子 待在小城里头还好 钟家护得祝他一辈子 祖父一辈子从白身做到宰相 很是艰难 年少时候满心都是苍生 结果到了中年 被陈科顾及的潮举所累 失望透顶 邪全家老小回了故乡 钟叔一直在说 童虎想好久 等他安静下来 偏偏想起一声鸡鸣 我依偎着他 默不作声 好伴上 他轻声问我 我要是走了 你偷偷哭鼻子怎么办 我说了好长一句话 那我光明正大在你面前哭 你哄哄我 哭吧 哭完再哄 我流了会儿泪 又溺了一会儿 房外就有人开始催了 钟叔让我继续睡 我摇摇头 为他穿上战衣 穿完了以后 我从箱底拿出一块长令索 是我小时候打的 我给他戴上 吩咐他不许弄丢了 钟叔有些迥然 如捏着说这是小孩子才戴的 他多多大了 我盯着他 扮上伸手去截我的长令索 我额头对着额头 我要是走了 你半夜做噩梦怎么办 我道 那你就早些回来 钟叔不让我出城送站 怕我又难过 他出门前去长安城 大大小小的书摊 买了邮寄 画本 还嘱咐落在出了新的 一定要送去将军府 留了好大一笔牙筋 钟李也怕我孤单 日日与我作伴 其实我吃好喝好 每日到了时辰就入眠 睡得十分香甜 不仅没有思念成疾 消瘦憔悴 反而胖了好几斤 于是祖母看我愈发不顺眼了 清碎观察了几日 为我请了个郎中 郎中说 我是有孕了 当晚 我修书一封远送巅房 祖母很是高兴 连带着对我的态度天翻地覆 我要一个劲往我房里送 我照顾自己的同时 把肚子里那块肉 也照顾得很好 虽是初次怀胎 但肚子里的孩子乖得很 我并无孕土的不良反应 反倒胃口打开 边关那边捷报连连 钟家军骁勇 打得惜敌人落荒而逃 钟家上下人心振奋 祖母却为有多高兴 钟离来我房里的时候 不解为何祖母终日忧心忡忡 我摸了摸她的头发 给她射了个玉 就好比我将一群蚂蚁用石头围住 蚂蚁很安全 因为无论有什么危险 都有石头为他们挡住 但若是这些石头的力量太大了 蚂蚁全去崇拜石头了 谁去跪拜以往 她懵懵懂懂 自古有多少将相死在宫高盖主上 更遑论钟家祖父曾是宰相 门声遍故朝堂地方 钟家军太过风光 迟早引来红眼 但我没想到 这一天来得如此的快 连胜的钟家军 于长厅惨遭埋伏 西底主力几乎全出 边关又是岌岌可危 怀孕了我试睡 还在梦里时 听见外头一片嘈杂声 轻碎叫醒我 边为我套上外衣 边告诉我钟家变天了 一队与林军正往将军府来 钟家人心溃散 关键时候祖母站了出来 钟家府上还养着私兵 可护送我们难逃 只是此去凶多吉少 祖母望向我 陈寅片刻将府兵分作三拨 一拨留在府上 同与林军对抗 一拨护送钟家子弟南行 一拨则护送我往西北边关去 我搭着肚子 带着钟离和清碎 一路西行 路上艰难贤祖不必说 等我到边关时 已是三个月过去了 我销售了一大圈 肚子鼓得吓人 才到钟家军军营 我就晕了过去 一路上不论多苦多难 我都未曾掉过一滴眼泪 一直到军营 我脑袋里绷着的那根弦才断掉 那股精气神也撑不住了 醒来时候 一眼望见头顶简陋的帐篷 我张个张嘴 发现声音沙哑得很 喉咙里干得冒烟 我只好起身 去拿桌上的茶壶 却没倒出一滴水 钟叔这时候进了帐 冲过来一把包衡抱住 他瘦了 眼底不满血丝 脸上胡子拉叉的 要喝水 我点点头 他换人去烧 我抬手摸了摸他的胡茬 你没照顾好自己 哪有 他按住我的手 挠了挠手心 不过是最近忙 没来得及刮胡子 茶壶里头都没有水 还说照顾得好 他自知理亏 不好意思地笑 垂手要来蹭我的鼻尖 讨好的亲了亲 他一靠近 身上里鼓过了叶的汗味 血腥味扑面而来 我皱了皱鼻子 从下巴出一把推开他的脸 臭 有吗 他把我放在床上 自己凑近衣服闻了闻 我没问到了 都搜了还说没有 其实我自己赶了好多天的路 浑身也干净不到奶去 但我就喜欢数落他 一见他吃扁 我就高兴 钟叔先自己洗了个冷水澡 浑身哆嗦着进来 就冲我寒冷 把手伸进给我准备的热水里 他的手暖了 才开始给我擦身 我瘦了许多 肚子鼓鼓胀胀的 看起来有些吓人 钟叔擦到肚子那 眼神温柔下来 软得能滴水 腹身亲了亲 又把脸贴上去 我也把手放在他脑子上 突然肚子动了动 我的肚皮上 鼓了一个小包 又很快消下去 钟叔一脸新奇 他还会动 我扑的笑出了声 他这模样实在有些傻气 正这时候 他脸上突然被踹了一脚 正中颧骨 明明是不中的一脚 他却好像被踹懵了 一下子跳了起来 将在那里 直愣愣看着我的肚子 又转过来看我 我失笑道 他又不会跳出来吃了你 你怕什么 我和他说了一会话 又忍不住和上眼睡不去了 我没有同他说钟家的事 也不想过问边关的事 我不想谈论太多 也不想打扰这一时片刻的宁静 后来钟离同我说 钟叔已经派人去接祖母了 钟家军长听一战大败 实际是因为朝廷派来的 监军将军勤泄了出去 当今皇帝疑心太重 一直想压制平衡各方势力 而钟家刚好做了这个出头鸟 一旦钟家军回朝 民心所向 更难制衡 何况战败的结果 不过是将西北一点 凭借汉帝割出去罢了 半壁江山 意识帝王的江山 钟家这一次是骑虎难下 不打则足灭 若是要打 自西北到长安 这一路又岂是那么容易 就在他举棋不定时 钟叔的舅舅替他做出了决定 此人是钟叔母亲的嫡亲弟弟 名幻秦立书 秦家世世代代镇守西北 却得不到应有的待遇 秦家等这一天 等了太久 钟叔为这是烦忧 但他从不在我面前提起 只是夜深时候 我总能感觉到 他睁着眼睛 无半分睡意 再一个他又是彻夜未睡的黎明 我隔着被子拥住他 他以为我做噩梦了 会抱住我轻拍我的背 我摇头 我一夜没睡 可是我扰着你了 那今晚我破盖他睡吧 钟叔 你告诉我 你在犹豫什么 他沉默了不知多久 碎碎 这不是一条通途 有十分之九的可能 我会葬送所有人的生命 我摸过他的眼角 那里有些粗糙 有些失论 我的丈夫不是圣人 数外人的性命 就在他一念之间 是人 就会犹豫 会害怕 我握住他颤颤的手掌 牵着放在我的肚子上 他慢慢的平静下来 我告诉他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他的脸埋在我的颈窝里 我五指成数位 他从发端里到发尾 我的颈窝里头 渐渐如湿了一片 我什么也没说 拿了帕子 被他擦后背发出来的汗 一直到上半身都抹了 才轻轻踢了踢他的小腿 又麻了 他埋在我的颈窝里笑了 轻轻啄了啄我的皮肤 一如我们初次相处时的模样 天亮了 那一晚 我记得清清楚楚 我知道 我可能放任了什么 不可控的东西的出现 可我别无选择 留给钟家的 从来是一条死胡同 要么困死 要么负于顽抗 谢强求生 钟情两家 终究还是反了 钟书去打头战那天 正好是我临盆的日子 在这般简陋的环境下生产 我到底有些怕 阵痛刚开始 我只是咬着牙默默流泪 到了后头 我便开始抽烟 痛楚占据了我脑海所有的意识 据清岁后来同我描述 我生了一天一夜 破口大骂了钟书三个时辰 索性生产过程还算顺利 隐隐约约 我听到一阵婴孩的啼哭声 清岁将孩子抱给我看 是一对龙凤胎 哥哥长得皱皱巴巴的 像个老头子 妹妹就更惨不忍睹了 小鼻子小嘴巴 轻轻嘴嘴的 我还止不住的抽烟 怎么像猴子一样 这么丑 妹妹不知是不是听懂了 扯开嗓子好起来 我更难过了 怎么我怀胎十月 连句丑都说不得了 清岁将两个孩子抱出去 给祖母看 外头爆发出一阵激烈的讨论声 我泪眼朦胧看得窗外面 月色正好 银白色月光撒在床前 好像一把戏眼 我想起早前读过的一句诗 此时相望不相闻 愿逐月华刘赵君 这一天 据我脱离苦海 已过去整整一年半 在我十九岁这一年 我一夜之间 与两个生命连接到了一起 会叫 会哭 会笑的两个小人 我的小男孩叫钟胡 我的小女孩叫钟翘 钟书玉血站在高墙之上 举目似望 尸骨成衫 血流飘露 一只绣着中字的大旗插在城楼上 狂风呼啸 烈烈作响 这是他攻下的第一座城池 和他以往 打的任何一场圣战的性质都不同 他的盔甲上沾满了鲜血 而这些鲜血 都是在为他的问顶之路铺道 往后还有更多 他的手止不住地颤 想起祖父曾经同他说过的话 他说人一定不能太贪心 一旦认为你可以掌控更多 往往不可控的事情 就会接踵而至 一小兵突然急匆匆跑过来 云中下系投射而下 普照大地 碎碎天亮了 那名中家小兵 听到这么一句低沉的尼南 偷偷抬眼去望主帅 不知是不是他看花眼了 那个永远挺直了 几辆的中家的主心骨 眼角有水光闪现 转瞬即逝 我昏昏沉沉睡了一天一夜 醒来时候 发现祖母坐在我床边 两手抱着孩子 他身后站了个俏丽的姑娘 也抱着个孩子 祖母 祖母难得和蔼地看着我 满脸慈爱地看着怀里的孙子 你辛苦了 这次你是我们中家的大功臣 青碎扶着我坐起来 我张开双地道 让我抱抱 祖母小心翼翼地 把孩子放到我怀里 她的动作感染了我 我甚至不敢太用力 只觉得怀里现了团棉花 奶香奶香的 儿子还在睡 我忍不住低头 亲了口她的眼皮子 她眼睫毛颤颤 竟然睁开了眼睛 葡萄般的黑眼珠 圆溜溜地转 朝我哥哥笑了 她一笑 那姑娘怀里的妹妹被吵醒了 打哈欠开始哭 祖母把妹妹也抱到我怀里 哥哥听见妹妹在旁边哭 笑得更加响亮 我被逗乐了 也低下头 安抚地亲了妹妹的眼皮子 她才稍稍平息下去 呼吸声又沉了 哥妹俩就只认表嫂嫂呢 方才他们也哭过一会儿 怎么哄也哄不好 表嫂嫂才亲了两口 就怪成这样了 还是点娘亲再才行呢 那姑娘笑应地说 祖母看着孩子 脸色却不太好看 她喜欢孙俩喜欢得紧 偏偏哄不过亲生娘亲 祖母不说话 我也不好一直安静 大大咧咧 毫不见外 我有十年没见过表哥了 没想到如今再见面 她都娶了个这么好看的嫂嫂了 还生了两个孩子 表哥真是福泽深厚 我肚子有些坠 祖母看出我有些不适 也就带着秦淮走了 看秦淮的背影 她也是个玲珑剔透的女孩子 一身火红奇妆 身上挂满阴落珠氏 性格也如装饰一般 张扬火热 风风火火 钟离在祖母出去不久后溜了进来 她长大了些 个子也拔高了 就是性格还是那样腼腆 进来以后没怎么说话 模样看起来不太高兴 我以为 她是怕军营里的生人 钟离逗离婚妹妹后 忧心忡忡地告诉我 祖母和秦家舅舅在商讨 要把秦小姐嫁给哥哥 我手指一颤 嫁 钟离点头 就是台座平期 难怪祖母方才带秦淮来我房里 原来是来打个照面 你哥哥回来了吗 还没呢 不过应时两天后就能回来了 这件事 让你哥去处理就好了 我抚平他皱着的眉头 你一个小姑娘 整日不想着如何去耍 为我担忧个什么 军营这边鱼龙混杂 你要是出去定要多带几个人 要是被欺负了 你哥哥不在 嫂嫂也会替你出头 钟离乖乖称号 过了会儿又十分好奇地问我 要是哥哥真娶了秦小姐呢 我摸了摸她的脑袋 那李李就帮我削她一顿好不好 小姑娘笑得眼睛弯弯 点头我倒算 好 谁都不能欺负嫂嫂 祖母不行 哥哥也不行 那天晚上我刚给哥哥妹妹喂完奶 两个小屁孩吃完后 都吐了我一身奶 我弄干净后 用手指挠他们短短的下巴 逗得他们哥哥笑 青岁说我小孩子脾气 我歪头凑近对着妹妹 有吗 妹妹笑出了一个鼻涕泡 打破在我脸上 青岁和屋子里的仆妇被逗笑 我接过青岁递过来的帕子 还没擦呢 帐外就响起急促沉重的脚步声 我的心绷绷地跳 直起身来 钟书突然掀开帐步 大马金刀踏进来 一见到我就急急忙忙走过来 青岁带着帐子里的人退出去 钟书站在我面前 一把拥住我 他身上还裹挟着西北大漠的寒凉 我双手还住他的脖子 把他拉低 他的脸很冰 我蹭蹭他 碎碎 钟书低语 我来晚了 我躲开他凑过来的脸 一口咬住他的下巴 力道不轻 他倒吸了一口冷气 我很怕 昨天我很怕就那么死了 钟书有些手足无措 我把哥哥抱给他 不抱抱他吗 不知是冷 还是紧张 他的四肢僵硬的像是假的一样 哥哥本来睡着了 一下被硬邦邦的触感摇醒 一双眼珠子腻着 看了一眼抱他的男人 骤然扯起嗓子大哭起来 钟书条件反射看我 好像四肢都不是他的了 看我做什么 他哭了 钟书看着也要哭了 哭了就哄啊 我又举起妹妹 要不试试这个 我被钟书忧怨的瞪了一眼 这一仗 钟书两家拿下了驼灵官 消息传到长安城那边 朝廷号称派出八万大军 尖角忠秦叛军 大拥变天了 秦家忠实不放心 提出将秦怀嫁给钟书 亲上加亲 钟书一口回绝 态度强硬 秦立书这只老狐狸 却也不是好惹的 不肯退让半步 钟书几次被叫去祖母那里 面色难看的回来 秦怀来看过我几次 但来的时候绝口不提此事 只逗逗小孩子 同我唠些家常 每次他一来 钟离就好像吞了炸药一样 面色不善的盯着他 有时秦怀想和他搭几句话 钟离都逼着头 像是没听见一样 钟家虽是家风宽泛 但有一条家旋 是摆在前头的 钟家狼年四十以上 无子方那 是以钟家子弟 这几日见了秦家人 都没什么好脸色 还有好几个年轻的钟家狼 讨来不动声色的安慰我 后来这件事被压了下去 我不知道钟书 是用了什么方法 但他那晚回来的时候 脸十分臭 我问他 他只叫我不用担心 钟书这场战 打了三年多 打到后来 我的阿胡和翘翘 已经会唧里呱啦说很多话了 阿胡试睡 醒来时总是迷蒙着一双眼睛 他性懒 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 只有在钟书面前 才会释放天性 和阿胡截然相反 翘翘从一睁眼 就没有消停下来的时候 我一直怀疑 翘翘是把他哥哥的活力吃走了 他还在学话时 就一整天都是唧里咕噜 谁也听不懂 后来会走路了 就更是了不得 常常东跑西跳 把一群人耍得团团转 到了后来 翘翘有时候会跑去 和军营里其他奶娃子打架 打得昏天暗地的时候 阿胡总是坐在一旁打瞌睡 我说他应该看着妹妹 别总让他打架 女孩子这样总归不好 阿胡理直气壮 那就让妹妹变男孩子吧 要不阿娘把妹妹 重新塞回肚子里 我想要个弟弟 翘翘每次打了架 认错态度都极其诚恳 但从来都是表面功夫 不长记性 旁人一击他 他熬得比谁都大声 一个剑步冲上去 又滚在一起 我和钟书说过好几次 让他管管翘翘 他嘴上答应得好好的 却只是一味躺在床上睡 翘翘像小炮弹一样冲过去 做他腹上疯狂摇他 他被吵醒了也不恼 只是一脸无奈地笑 翘翘谁都不怕 独独怕他哥哥 许多次我说他都不听 阿胡一个眼神过去 他就做得反正了 他念他哥哥 出门吃什么都会给哥哥带一份 我问他 你哥哥对你也不好 怎被你这么贴着他 翘翘不管 嚷得比谁都大声 哥哥最好 哥哥天下无敌第一棒 阿胡被吵醒 邪了妹妹一眼 翘翘立马在嘴边 立立的小指头 瞪大眼睛 冲我嘘了一声 许是因为和阿爹相处时间不长 两个孩子特别喜欢和阿爹一起 翘翘游慎 睡觉要让钟书睡中间 两个孩子睡在他两边 阿胡很是大方地 把他身边的床位给我 钟书很得意 总是忍不住冲我嘚瑟 吃饭也要让钟书抱着 一口喂一个 就连钟书要去截手 翘翘都要跟进去 洗澡就更不用说了 这时候 翘翘就不喜欢哥哥了 因为这时候 哥哥总能理直气壮 被阿爹抱在怀里 而翘翘只能一脸神网地 坐在我身边等他们 望眼欲穿的巴巴 看着欲房 嘴里几里咕噜 不知道又在念什么 钟书每次出征 都不会告诉哥哥妹妹 总是在林林时候 偷偷爬起来 小心翼翼把战甲 拿去外间穿 我为他穿戴 送他出门 回床上的时候 看到阿胡和翘翘 睁着眼睛看门外 他们沉默地看我一眼 又打着喝歉 别过脸睡过去 我猴头一紧 我一直没敢告诉钟书 有时候我觉得愧疚 我的一双小人儿 在这个年纪 就懂得了掩藏心思 不哭不闹 我宁愿他们揪着钟书 哭闹着不让他走 就像一个小孩子 两耍赖 我不敢告诉他们 等爹爹打完账就好了 因为我怕做不到 他们会失望 哥哥妹妹在钟书出去时 喜欢出去打猎 说是打猎 其实也就是追着几只小兔子跑 我叫了几个亲密跟着 也就由他们去了 钟离跑进来 告诉我翘翘摔断了腿时 我正在给妹妹缝一条 火红的小裙子 我看着他 脑中嗡嗡作响 只看着他嘴巴张张合合 翘翘怎么了 翘翘摔断腿了 我的翘翘才三岁多 平日里活蹦乱跳 恨不得化身窜天猴 那时候躺在一张简易的行军床上 面无人色 我进了营帐 阿胡扑过来抱着我的大腿 嚎啕大哭 我牵着他走到翘翘身旁 君一告诉我 翘翘年纪小 恢复得快 但伤筋动骨一百天 还是要好好休息 但具体如何 还不能下定论 我抱着阿胡出营帐 秦怀被一个小兵扶着 他的额头上破了个洞 嘴唇发白 我站到他跟前 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 我来的路上 钟离告诉我 翘翘是和秦怀一起才出事的 据秦怀带出去打猎的秦家亲卫所说 秦怀和翘翘争抢同一只兔子 他们当时只忍忍看着 就看到翘翘突然朝秦怀叫一声 发狠拾起地上一块石头 冲着秦怀脸上扔过去 后来不知怎滴 翘翘一个不吻就跌下了山坡 秦怀咬着嘴唇 表扫扫 翘翘还小 这是我的不是 我不该同他抢兔子 我也没想到 他会因为一只兔子 他的哥哥赶来扶住他 满脸英智地瞪着我 钟夫人 钟小小姐是摔断了腿 但我妹妹也被他划破了脸 她是小孩子 没有教养好 你这个做母亲的难道没有责任吗 线下不分青红皂白 就对我妹妹冷脸 你又有什么资格责骂我秦家人 我只看着秦怀 秦姑娘 你和钟翘说了什么 阿胡当时就在附近 他比那些秦家亲卫看得更清楚 在翘翘冲他扔石头之前 秦怀笑着跟他说了什么 翘翘听了浑身发起抖来 这才冲他扔了石头 阿胡挂在我腿上 满脸通红瞪着秦怀 你跟翘翘说了什么 秦怀脸上的血痂破开 血流了他满脸 他捂着脸哭起来 我只是想让他 把兔子让给我而已啊 我是不该同他争抢 但我也没想到 会发生这样的事 是他自己没站稳摔下去的 表嫂嫂 我打断他 你别叫我表嫂嫂 我红着眼眶 死死看着他 我听了恶心 我的翘翘 爱闹爱捉弄人 但他从来只和亲近的人玩 从来也只是小打小闹 又怎会往人头上扔石子 翘翘是如何 我心里明白得很 他根本不会无缘无故地打人 秦怀道 那我又会无缘无故地说谎吗 说到底 他是你的女儿 你自然相信他 难道我要相信你吗 你也说了 他是我的女儿 我不相信我的女儿 难不成我要相信你一个外人 陈佑 祖母站在不远处 冲我喝了一声 他的身后跟着中家的长辈 巨视一脸凝重 他年纪大了 脸上威严不减 走到我面前 抬起手就对我扇下一巴掌 阿胡惊叫一声 推开祖母 祖母满脸惊恶地看着 冲了他咬牙切齿的阿胡 气得浑身发抖 反了反了 这中家的天是彻彻底底要反了 他先是向秦怀道了歉 转过身来喝道 我早说过了 中竅你管不好 那就我来管 你不听 现如今 好好的中家女 整日出去疯完 嘻嘻哈哈 没有正行 现在好了 还学会恶意伤人了 你身为她的母亲 不仅没有半分悔意 反而倒打一耙 将责任推到秦怀身上 阿胡也被你叫坏了 小小年纪 不知孝道 不识礼数 现在竟敢推她的曾祖母 简直无法无天 围的人越来越多 我将阿胡抱在怀里 手脚冰凉 心反倒定了下来 我看了祖母一眼 他弄不可遏 你这是什么眼神 钟离站在我身边 止不住的发颤 他似乎实在受不了了 猛地站出来 祖母 你的心能弄再偏一点 在指责扫扫扫之前 能不能先问清楚 事情的来龙去脉 翘翘才是钟家人 他情怀算什么 好好好 你们都明是非 变黑白 就我一个一脚 踏进棺材的老太婆 头眼昏花 她转过脸来看我 明依公主 真是好本事啊 十几年的教养 抵不过你三年的相处 我这个孙女 她手指着钟离 从前再是听话不过 不过三年光景 就敢武艺她的祖母了 我还世一周 秦家人同钟家年长的长辈 神色或强硬 或愤然 或冷漠 钟离浑身素素的抖 只几个钟家年轻的小辈 站在我身后 血液冲过四肢百骸 却不能为我带来任何暖意 我冷眼看的祖母 所以 真相并不重要 是吗 秦怀究竟做了什么 我的翘翘受了怎样的伤 钟家与秦家都打算默不作声 是吗 我实在想不明白 钟像一声光明磊落 究竟是如何教养出 这样的钟家人的 祖母抬手欲扇我 我紧紧抓住他的手腕 祖母当年护我 我很是感激 但现在我明白了 那时候我怀着钟家的骨肉 所以祖母才怨起怜我 而现如今 我站在钟情两家联盟的对立面 祖母又打算如何处置我 我们钟家妙小 供得起明依公主这尊大佛 好 这样一个烟杂地 我待久了 也嫌恶心 我点头 牵着阿胡抬步往营帐走去 钟情两家的怒气 一下被激了起来 纷纷扬扬将我包围 祖母扣住阿胡的手腕 阿胡你不能带走 他是我钟家的曾孙 阿胡正着想要摆脱他的智骨 他却越孤越紧 阿胡疼得豪哭起来 我用力将祖母的手掰开 拍了拍阿胡的给安抚他 阿胡是你钟家曾孙 却也是我陈佑的儿子 来人将他拿下 祖母一声令下 极有士兵抱过阿胡 两人按住我的肩膀 朝我膝盖一提 我身体一晃 膝盖狠狠撞向雪地 阿胡惊叫着挣扎起来 像个小狼崽子一样 很力咬住挚住他的那只手 我看得心惊 忙叫道 阿胡松开 祖母走到我跟前来 我是动不了你 此事等说回来再定夺 但你作为钟家长孙席 目无尊长 出言不逊 前朝教不了你理法规矩 我来教 我被按在雪地里 跪了不知道有多久 膝盖那块的血溶了又结 结了又滑 一直到后来 我身上盖了厚厚的积血 浑身都在滴水 那天我是怎么晕过去的 我也没有半点记忆了 只觉得浑身像火烧一样 身体里的血在咕噜咕噜沸腾 那天的血下得很大 自我有记忆来 还从来没碰上那么大的血 我记得我从前很爱追雪人 打雪仗 但宫里头的宫女 都不敢跟我放开了玩 是以大多数时候 我是很寂寞的 这么一想 我突然拾起了 被丢掉的我五六岁之前的记忆 那时候有一个男孩子 总是跑到宫里头 他比我大 比我还皮 宫里头谁都不敢惹我 所以他老爱 把毛毛虫放在我眼皮上 我怕得要死 却强忍着不叫出来 因为叫出来 就代表我怕了 我怕他说我胆小 就不愿意和我玩了 我们打雪仗的时候 他把雪放到我井窝里头 看我冷了一个机灵 就大笑着跑开 我气得团了一个 比我手掌大两倍的雪球 冲得炙过去 但我太高估自己 我只砸了自己满头满脸 他又笑着跑回来 把我拉起来 认命地帮我理尽身上的雪子 他最后来的那日 我本以为只是稀疏平常的一日 他在走之前却捧我说 他不会再来了 我问他怎么了 他说他要跟着祖父回去了 我不懂 但我告诉他 你有空的时候来探探我吧 我一个人在宫里头 好无聊 我忘记他是怎么回我的了 只记得那日春寒撬鞘 红墙顶上斜斜探了一只青葱柳枝 带瓦上几只麻雀叽叽喳喳的叫 他穿着身大红色衣裳 被一个有些沟楼 但仍是硬朗的人 牵着走出宫门 那人走之前摸了摸我的头顶 叹息了一声 同我说 小殿下长这么大了 往后要好好的呀 他们走了 麻雀还一直咎咎叫 我一点不觉得凡人 踩着自己的影子 一路数着回宫殿 我记得 那日我走过的宫道上 停了十三只麻雀 我醒来时候天旋地转 我摸到手边一只手臂 谁在转啊 中书出现在我视线里头 他眼窝深陷 眼底下一片清黑 我被他扶起来 就着他的手喝了一口水 翘翘好了吗 中书的手一顿 还没呢 不过好多了 我喝完了水 闭着眼睛躺回去 一只手探过来 试了是我的额头 我好多了 碎碎你别这样 你打我也好 骂我也好 你这样我很害怕 怕什么 怕你一声不吭着走了 他像个小孩子一样 紧紧攥着我的手 我走去哪 阿胡和翘翘都在这 我还能走去哪 他嘴唇吸动 想说什么 但终究没说 我在雪地里跪了太久 身子落了病根 中书一直寸步不离照顾着我 也只有在我睡着的时候 才会出门处理事物 我第二日是被翘翘清醒的 他像只小狗一样 在我身上拱来拱去 我捏捏他的小鼻子 笑他怎么跟爹地一样 翘翘恢复得好 不能跑也不能跳 看起来对他没有什么影响 我亲了亲他的眼皮子 好像他还是当年 我强包里头的小娃娃 他笑嘻嘻地躲开 直嚷着痒 我沉默地捋了捋他的刘海 然后告诉他 委屈便不必忍着 翘翘正正地看着我 开始只是掉眼泪 后来便嚎啕大哭 他向来坚强 和别人打架打输了 都不会掉一滴眼泪 翘翘一直不喜欢情怀 是已见了他 也没什么好脸色 只是去将那只兔子抱起来就走 但后来 那个人拦在他面前 笑得亲和 他抽抽一叶问我 为什么所有人都要过来责骂他 分明是那个人骂了不好的话 他骂了娘亲 骂了哥哥 还说我是没有教养的小孩 他还说等爹爹登机 就会有好多好多的女人 进我们的房子 我就会被扔到冷宫里 就像娘亲当年那样 是真的吗 娘亲为什么会被扔进冷宫 冷宫很冷啊 那翘翘抱抱娘亲 翘翘一抽一抽地睡了过去 他哭累了 小身板却还止不住地抽 后来忠利告诉我 忠叔回来那天知道了一切 什么也没说 提着剑直去了秦家营帐 十几个士兵都没拦住他 他最后挑断了秦怀的手巾 但事情还没完 他又去了忠家营帐 自去领了七十军棍 忠叔回来的时候 我叫他来床边脱衣裳 他起先还不愿意 后来见我爬起来要来扒 就干脆立了脱干净了 他的背上伤痕累累 一片青紫 有些血痂甚至粘着衣服 被一道撕下来 我握住他的手 疼吗 他看着我 半晌 把脸埋进我的手心里 蹲在床榻边点点头 闷声闷气到 疼 疼死了 我的手心渐渐湿了 滚烫的液体 从指缝间往下掉 我挪过去 拿下巴蹭了蹭他的发顶 我知道 我吓着他了 这一仗打得十分艰难 但忠家铁技 还是到了长安城下 这最后一战 打了足足半月 我数次望着深夜 仍灯火通明的主杖 一直到天快亮了 才安静下去 忠叔怕他身上的血腥 未熏到我 有时就睡在主杖那边 后来我实在无视作 便写了信一封一封 往他帐筒那边送 我有次让阿胡去送信 恰好撞上营帐里 众将领正在商讨军情 阿胡被忠叔抱着 坐在主位上 忠叔在桌子底下偷偷斩指 他碰了碰阿胡的小手 用气音道念给阿爹听 阿胡十分苦恼地看了看 春日 什么 杏花吹两头 田间小路上 什么少年 如此风流 若能将生什么雨 什么死到白头 纵被无情气 也不 他用小胖指头指了指那个修字 阿爹 这个字我认得当我忘了 怎读赖着 忠叔瞄了一眼 读作修 再念再念 阿胡回来时同我抱怨 阿爹说他不好好识字 从今天起 每天要写二十的大字 阿胡气得发誓 往后再也不放松性了 帐内一众人 都被他逗乐了 长安城拓纳日 我站在营帐前的那块高地上 翘翘被我抱在怀里 他好奇地望着那高耸的城楼 问我那是什么 我说 那是我们以后的家 长安城下将士高歌 铁骑浩浩荡荡踏入长安城 青穷上朝云陌陌 博云咸雨 那日长安城下了一场大雨 我自宫门入 望见大雨冲桥 血水滚滚汇入地面 忠叔站在桥面上看我 他眼尾微红 眼底下一片血丝 青碎扶我上桥 一直到忠叔扶住我 他才轻声退下 碎碎 我伸手抱住他 他战甲未泻 身上一股腥臭味 我捧住他的脸 轻轻贴上去 我道 都结束了 登基大典后 忠叔更是忙得焦头烂额 他因丰厚之势 同大臣吵了好几日 忠叔御立我为后 然朝臣上书言 臣氏无德 未能担得起后卫 以广开六宫 选纳公妃 则有德之女 这一场僵持旷日持久 最终忠叔在御书房烧了折子 大发雷霆 直言不然让他们来做这把农意 朝臣哗啦啦跪了一地 而就在封后大典三日后 太皇太后越过皇帝皇后 竟直将秦家敌女秦怀 接到她的长期宫 封作令妃 太皇太后对前去理论的皇帝说 令妃不过一个名分 往后她会在长期宫中侍奉她 况且当年皇帝心狠 费了秦怀一双手 早断了她的姻缘 如今她入宫 也算是终家的补偿 莫非皇帝要让秦家功臣失望 当年皇帝不认取秦怀做平妻 今朝为天下之主 连一个名分也给不起 忠书最终还是没拗过祖母 祖母对我积怨已久 我也不愿低声下气去讨好她 今日她要一个侍奉她的令妃 我也没有半点道理去驳斥她 忠书来我店里时很是不安 祖母对她恩义深重 而她又不忍让我难过 她尽力想护好两边 却往往不能得偿所愿 我往她碗里送了块木耳 告诉她 我只要阿胡和翘翘无事 她道 这是自然 我会护好他们 回忆到这里 便向断了线再往下去 便是深不见底的深渊 我昏昏沉沉睡了很久 睁开眼睛 看见忠书趴在桌子上 脑袋搁在一只胳膊上 她睡得不好 睡梦之中还紧紧蹴着眉 店外有人亲手倾脚走进来 轻声唤忠书 陛下早朝时辰到了 忠书站起来 却裂起了一下 椅子刺拉一声滑开 她就着这个姿势睡了一夜 腿早就麻了 我又听到她的大太监同她说 陛下放心 娘娘未醒 青岁在忠书走后 不久进来为我眼背 她背着身要退出去时 我同她说 今日在那边放一个矮踏吧 过了一会儿 我才听见青岁低声应了句誓 她走过来问我 娘娘昨夜睡得可好 我点点头 好多了 一夜无梦 一夜无梦 便好 早朝过后 阿胡来我店里 她跑得满头大汗 倒与她在外头的储君模样 大不相同 我拉过她 为她擦汗 跑这么急做什么 她今年才八岁 但早早就接触朝政了 在外头她是小大人 在我这 却还是个羞涩懵懂的孩童 她沉默地认我用帕子 为她擦汗 扮上开口道 母后今日可好些了 好多了 昨夜睡得好 今日精神变好多了 她知道我说的 睡得好是何意 她在我这用了顿饭 临走之前同我说 今日早朝父皇 有些精神不济 太医说她染了风寒 我知道的 今早她要走前 我听她咳嗽了一声 紧接着忙捂住嘴 跑出店外 外头风凉 她又咳了好几声 阿胡走了之后 我让青岁在那矮榻上 夹了床棉被 我被溜进在交房店中 唯一的乐趣 就是逗一逗中离的那只猫 中离今年十六了 搬进了宫外的公主府 就把她的猫留给了我 这猫懒 年纪大了 就不耐烦躲我了 她肥了许多 但捉起老鼠来 还是很迅猛 或许是想讨好我 每次捉完老鼠 都会把她咬死 放在我的床榻前 有一次 三日里 她送了九只老鼠 把青岁吓得够呛 连说这交房店中 怎会有这么多的老鼠 这猫没活多久 在一个冬夜里头 突然没了踪影 我坐在床上 等他们寻来猫 过了一会儿 清碎过来告诉我 那猫原来是被 中离的人抱走了 我点点头 没说什么 在他的事奉下睡了 其实我和他都明白 这谎言有够拙恋 中离从不会做 这等莽撞之事 我病了太久 有时候很清醒 有时候又很愿意 旁人来骗骗我 我听着中书的脚步声进来了 他替我演好落下的被子 自去一旁的软榻 交房店内其实并不冷 只是我的身子 在那场血液中 落了病根 旁人觉得恰到好处 我却冷到了骨髓里头 盖多少床被子 都于事无补 久而久之 我便默认了 这交房店内的温度 已然恰到好处了 今夜那只猫走了 中书也发现了 他在店里头走了一圈 又把我床榻下 那猫留下的 最后一只死老鼠 拖了出来 我说不难过 其实是假的 那猫虽不讨人喜欢 却是我为数不多的未解 要送他一只新的 被他很傲娇的拒绝了 我当了中公不到半年 前朝大臣又纷纷上奏 直言后宫非为空缺 皇帝子嗣单薄 因大选公非 为皇家开之散业 中书起先态度很是强硬 后来实在被他们弄得没办法了 直接在朝堂上说 他此前在战场上伤了根本 无法言辞 此后他只有一儿一女 满朝哗然 朝臣自然多数不信 但皇帝都亲口这么说了 岂有驳回的道理 皇帝不顾及面子 大臣却还要照顾他的面子 这一下 让他们吃了个哑巴亏 晚上中书回来和我邀功 一副干了大事的模样 我摸了摸他的头 他的大太监急匆匆跑过来 说太皇太后请皇帝到长崎宫 我已经习惯了 祖母这半年里 一直往他宫里 送年轻貌美的世家女子 明面上说是侍奉 暗地里谁都看得明白 这是变招法为皇帝赛人 他总是以各种理由 把中书叫去长崎宫 中书每次去了那里 就是埋头吃饭 回来以后 常常和我抱怨 长期宫脂粉未重 饭菜也都太清淡 是以每次他被叫去 我都会嘱咐小厨房 再炒一些辣菜 等他回来吃 我还在店里头等 翘翘的奶娘突然跑进来 慌慌张张同我说 翘翘不见了 他伤好了之后 和以前一样爱疯跑 爬墙爬树掏鸟窝 常常玩得不知时辰 但这次 整整一天一夜 他都未曾再出现 宫里头的人都出动了 后宫灯火通明 清碎掺着我 一遍一遍安抚我 兴许只是不小心睡过去了 会找到的 一定会的 我手掌颤得握不住佛珠 我在榻上又是哭作了一夜 钟书疯了一样 将整个后宫翻过来找一圈 明明时候 我隐隐听见啜气声 抬头望去 是立在柱旁的一个宫女 她是跟着翘翘的奶娘过来的 见我看过来 她颤抖着趴扶在地上 娘娘 我心中一紧 毕声道 哭什么 小公主 在冷宫的那口哭井里 她抬头望我 眼底四是歉意 以及解脱 解脱 我的指甲紧紧嵌入手掌心中 轻碎扶着我站起来 绿林军统领急步走了进来 娘娘 绿林军在冷宫中发现小公主 那人呢 带回来呀 把她带回来 皇上传唤末将来接娘娘 她低着头 不与我对视 我在冷宫生活了十年 冷宫门前从来冷清 还从未如此热闹过 钟书失魂落魄地 坐在冷宫门前的石砍上 一见我几乎是亮相地过来扶住我 翘翘呢 翘翘呢 皇帝你告诉我 翘翘呢 皇后 祖母在一旁喝我 我只冲而未闻 紧紧盯着钟书 在里面 我俯一入冷宫 便有一股腐朽的味道 钟书扶着我走了一个转角 我便看见一脚白布 那是谁 翘翘 是翘翘 钟书已然哽咽 阿胡扑过来抱着我的腰身 嚎啕大哭 我按住他的头 揭开 我听见自己冷静至极的声音 碎碎 我说揭开 庭院里退得几乎没有人了 我的眼中只剩了一张白布 已经在白布下小小的起伏 钟书走过去 轻轻地揭开白布 一截破碎的衣片 一身碎肉 小小的身体被划得支离破碎 一截手骨直接成了鸡粉 而昨日里 还粉嫩剔透的皮肤 如今掺着凝固的血 混着青泥挖土 不成人样 我抬头去看他的脸 他的眼睛上 缠了一圈白布 白布染血 似乎能望到 底下一双空洞洞的眼眶 那一瞬间 我的眼泪急快地掉了下来 我捂住阿胡的眼睛 弯下身干呕起来 然而什么也吐不出来 只有几口酸水 钟书似乎扑过来 抓住了我的肩膀 然而我什么都听不到 耳间轰鸣 脑海中仿佛一根弦撕裂着崩断了 眼前一片白光闪现时 我仿佛看到了 我爱美爱翘的小女儿 在朝我张开双臂 尖叫着瞅跑过来 然而我却扑了个空 我怎么会没有接住她呢 我为什么没有接住她呀 我的翘翘 十分臭美 每次起床前 都要缠着我给她扎辫子 每次都要在衣柜里 东挑西捡 一定要穿最好看的裙子 有一次 钟书给她扎了一个 松松垮垮的小便 她尖叫着 追着钟书打 又缠了她整整一个上午 一定要她扎出一个最好看的 我的小女儿 从来体体面面 也从未害过人 老天怎会如此眼下 叫她落得 如此一个面目全非的下场 我醒过来时 天色已经暗了下去 我一动 钟书便醒了 倒了一杯水 味道我嘴边 我掀开她的手 嘶哑着问她 翘翘呢 她眼眶红透了 颤着手从怀里 取出一只小盒 浇到我手上 在这里了 我不敢打开 只是紧紧攥着 怎么会呢 怎么会呢 翘翘才出生的时候 我记得是四斤五两 瘦瘦小小 怎么养了这么久 到头来 反倒只剩了这几两骨血呢 我看着钟书 声音轻飘飘的 钟书低着头落泪 说而抬头捉住我的肩膀 颤着声同我说 碎碎碎碎 别这样 别这样 我的喉尖四倍紧紧落住 喘不过气来 我兜着眼睛愣了一会儿 胃里翻浆倒海 猛地吐出一口酸水 那酸水里还掺杂着血丝 钟书不顾她斜面上的脏污 为我顺背 我不知哪来的力气 一把推开她 你不是说 会护好阿胡和翘翘吗 啊 皇帝 你就是这样护你的女儿 我的翘翘做错了什么 她做错了什么 皇帝 我的翘翘呢 你把她还给我呀 我什么都不要了 我什么都不争好不好 我只要我的一双儿 你好好的 行不行啊 钟书将我紧紧搂在怀里 鼓得我透不过气 他将脸贴着我 哽咽着说 是我无能 碎碎 是我无能 你打我 骂我 他捉住我的手 想去打他自己的脸 然而我的手软绵绵的 他看着我的眼睛 默然慌了 紧紧捧着我的脸 碎碎 别这样看着我 碎碎 碎碎 你还有我 还有阿胡啊 别这样好不好 我的眼底漆黑一片 钟书很明白 这是什么意思 然而我的眼底一片干涩 只是脑海中轰鸣不止 就如同一个溺水的人一样 紧紧抓住钟书这棵稻草 然而于事无补 我陷入一片沼泽式的 无际黑暗中 痛苦如同泥泥一般 将我掩埋 敷住我的口鼻 就在我喘不过气的时候 后颈突然剧痛 紧接着我眼前一黑 昏睡了过去 我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尝到我以为我的一生 就要结束在这梦里了 梦的最后 我又梦见母妃坐在我的床榻边 嘴角的笑好似温柔浮动的水流 我浑身累极了 半逼着眼睛 看见她走出去 又牵了一个小女孩回来 我看不清那女孩的面容 只闻到她身上 有一股熟悉的奶香味 她短胳膊短腿的 笨拙地爬上我的踏 钻进我的背子里 四肢紧紧缠着我 我的心软成一滩泥 抚摸着她软软的发 我突然觉得很累 浑身都动不了的泪 我拉了拉母妃的手 母妃 我好累啊 母妃弯过身 从我怀里抱起小女孩 亲了亲我的脸 那就睡吧 睡一会儿 好 我的眼皮子搭了下来 我就睡一会儿 母妃 你要记得叫我 我意识迷糊之时 看见一团隐隐绰绰的光云 背着我走出去 我内心突然一阵恐慌 照得我喘不过气 于是我勉力爬起来 追出去 屋外停了辆轻步马车 母妃扶着女孩上的马车 我提起裙摆追过去 隔上的汉珠细细细冥冒出来 凝成一大颗悬在我的睫毛 遇落不落 马车就在不远处 仿佛触手可及 我心里悬着的大石终于落地 幸好 幸好 我甩了甩头 却恰好把汗珠甩进眼珠里 眼睛对视一阵火辣辣的疼 就好像一滴辣油滴了进去 血丝犹如蜘蛛网般 迅速弥漫开来 我透过迷蒙的视线 看见那顶马车远在千里之外 顾不得迅速红肿的眼睛 我像疯了一样追着马车跑 母妃 翘翘 停下 停下 快停下来啊 我还没上车呢 他们去哪 到底去哪 巨大的恐慌笼罩着我 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末底 身边的气流波动 似乎停滞了一瞬 紧接着 马车在我眼前发出一声轰鸣 毫无征兆的炸开了 碎片混着赤色炸开 将天运出一片诡异的光 黑沉沉的天逼近拉下 紫电劈开腐朽沉闷 戳着我的头顶直面而下 怎么会呢 我嘶哑着嗓子 痛苦犹如复古之躯 顺着我的脊骨 一寸一寸爬上来 一直到我稀嫩的井上 张开血盆大口 张牙舞爪拍手狂笑 吃笑着我的无能为力 不自量力 这梦又倒着做了一遍 最后的最后 我看见了自己 一个带着精致的小精灵 穿着火红裙居 满眼笑意 不知愁滋味的少女 我睁眼 望见钟书的头顶 不过几天的光景 他已然生出了几根白发 我的指尖颤了颤 轻轻搭上他的脸 皇帝 天亮了吗 钟书将我的手送到嘴边 轻轻吻了吻 撕着声告诉我 碎碎 天亮了 那个跟着奶娘来的宫女 被捉来欲前 她很是抗拒 咬紧牙关 只说是她杀死了小公主 她说小公主娇蛮 一个不顺气就打杀宫人 她被折磨过好几次 心中积怨 昏了头就做出这样的事 她的话自然没人信 然而三日后 她在牢中留下绝笔自尽 清碎告诉我 那个宫女是被翘翘 从新手库要来的 她会扎风筝 会编草兔子 还会养蛆蛆 翘翘很喜欢她 她还说 这个宫女在宫外头 有一个卧病在床的母亲 和一个弟弟 就在昨日 被上门讨债的债主 打死在家里了 我沉默不渝 这样的艳渣事 从前我在宫里头看多了 深宫里头 每一块砖下面 埋的都是寒人者喂散的骨肉 那天晚上 钟书抱着阿胡来交房店 一直沉默不语 就坐在桌旁 我知道她已经查出些什么了 也明白她在顾虑些什么 秦怀当年被废了双手 成为全长安的笑柄 她本就是个牙字弊叫的人 此事怎可能轻轻松松结果 然而秦家是大 却大不过皇家 往常她不敢动手 是忌惮皇家 而经朝不仅做了 还吓得如此毒手 不可能只是仗着秦家的事 一直到夜深了 钟书抱着熟睡的阿胡入了侧店 她出来时有些不安 我异常平静地请求她 明日能否撤去长期宫的护卫 她没有说话 沉默了很久 将腰排搁在桌上便走了 我望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夜色中 店外那条镜头一片晦涩的 宫道空荡荡的 半分人气也没有 这就是身宫 这就是皇家 我不怪她 翘翘没了 她不比我好受 她只是将一个父亲的痛苦 全部咀嚼下宴 转过头来尽一个丈夫的责任来宽慰我 从登上皇位的那一刻起 她就不再只是我陈佑的丈夫 阿胡和翘翘的父亲 在此之前 她是忠家长孙 是祖母最疼爱的孩子 而如今她又是帝王 是天下之主 会顾虑重重 也会束缚重重 但我不一样 我可以只是翘翘和阿胡的娘亲 一个可以提刀的娘亲 天还未破晓 我便出了店门 宫里头静得像是死了一般 我能清晰地听见 一滴水坠到了地面 见出极小的水花 长期宫店门守着的后卫被我遣散 宫女太监也被我带来的禁军打魂带走 秦怀就住在天殿 我将她手脚捆住 塞了嘴巴 拖进祖母的房间里 祖母年纪大了 面前门开的声音一下将她吵醒 出去 我倒了一杯水 将我怀中的药包取出 狗奴才 哀家说出去 他坐起来 怎么是你 你是如何进来的 我当着他的面将药粉刀进去 摇匀了递到他灯前 你想给哀家喝什么 你这是谋逆 他不喝 我便硬灌进去 来人 快来人救驾 我将昏睡过去的秦怀绑在桌上 又提着茶壶 焦头盖脸拖了过去 他醒来时并不害怕 反倒是看着我笑得东倒西歪 眼中尽是狄狂至极的笑语 很高兴 我抽出一把利刃 拿帕子擦拾刀身 他笑出了眼泪 沉用 你不敢的 我有什么不敢 你知道你这样做 会有什么后果吗 不提秦家 今日你敢伤我 来日我百倍奉还 哦对 你还有个儿子 秦怀 祖母浑身乏力 靠在座垫上 立刻一声 哈哈哈哈 祖母心善 不忍动曾孙 好好好 我便不动 他笑应看我 你以为你动得了我 你敢动我 你与你身上的凤桃凤光 可就得卸下了 到时候等着你的 就是冷宫了 你别不信 当年表哥不肯娶我 让步将一部分权力 抵抵我们秦家 才有当时的中情联盟 你以为 他这个皇帝 当的是真的顺风顺水 我碍于中情两家的情面不发作 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 不过这次不一样了 哈哈 是你的好祖母默许的 他还在其中 顺水推舟了一把 哈哈皇家呀 谁在其中搅了浑水 谁又知道呢 我看向祖母 十分漠然 翘翘到底哪里得罪了太皇太后 得罪我 他自然没有得罪我 得罪我的是你 明依公主 留着你的血脉 留着前朝臣帝的血脉 便是他的原罪 他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 反而这时候 眼底骤然动发出恶恨恨的光芒 我的丈夫一声为臣朝奔走 臣帝挥雍勿道 使人不轻 放任奸宁回我忠家 致我忠家潦倒归乡 他笑了起来 这也便算了 你可知晓 我忠家当年为何要反 你父皇 致天下苍生于水火之中 当年南方降了天灾 数十成出现瘟疫 民不聊生 我的小儿子 年仅十二 被官府的人捉去 被抽进了浑身的血 去给那个染了瘟疫的太守治病 你身上流着前朝的血 将病灾带到我忠家 姝儿 离儿从前对我这个祖母敬重有加 可自从你来的忠家 比尔顶撞我 姝儿不听我的劝 现如今 连上了跟机账的谎话都编得出来 明依公主真是好本事啊 给我姝儿 究竟灌了什么迷魂汤 我不动中翘 不让他明白 紫丝单薄 对皇家意味着什么 我忠家早晚会毁在他的手里 紫丝 我的翘翘和阿胡只是紫丝 他们是我的命 他们是活生生的人 不是你手里的提线木偶 你儿子的命是命 那翘翘难道不是你的曾孙女吗 你又为何要让他去得如此不堪 哈哈哈哈 为什么 来来来 你该来问我 都是我做的 秦怀在我身后笑了出来 眼底是偏执的癫狂 你看看我的手 看啦 若不是他 表哥怎会下次狠手 他应该明白 条断手今 对一个习武之人 是怎样的灭顶之灾 可他还是这样做了 我自小生在西北 过惯了艰苦的日子 我本以为 秦家进了长安城 我就能享受荣华富贵 可我得到的是什么 满长安的耻笑 表哥当年亲自断了我的后路 那我为何要给他女儿留活路呢 他激动得手在抖 我本来也不想这么狠的 是你的小公主 他和你这个贱人 简直一模一样 你们凭什么看不起我 你不过一个王国奴 整日里摆着臭架子 你看不起谁 他本就是西北荒漠出来的 在他十几年的少女时期 身旁都是皮糙肉厚的冰皮 从长安来的表哥 就好比折仙 爹爹告诉他 他将是他未来的丈夫时 他兴奋的一晚上没睡着 可后来 表哥是怎么对他的 手费了便费了 长安贵女私底下 对他的编派和冷嘲热讽 才是彻彻底底压垮 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兴奋起来 你知道他死前是如何求我的吗 他让我放过他 说他害怕 要找哥哥 阿娘 还有爹爹 我第一刀割下去的时候 他浑身颤得不成样子 满地打滚 两三个人都没能按住他 这怎么够呢 我在他身上整整划了三十刀 这三十刀才勉强解了我心头之痕 他已然癫狂 神志不清 又哭又笑 我的手剧烈地颤抖起来 一把将刀插进他的腹部 我平静地看着他的眼睛 畜生 他惊叫起来 慌乱看着我 一赶 我又是一刀划开他的手臂 你这不是看到了吗 我有什么不敢的 我往他嘴里塞了几颗麻胡桃 我本想将你凌迟 可惜我手艺不好 这样 你割了翘翘三十刀 我只要你还二十刀 再是 我回头望了祖母一眼 他眼中近视金句 你便再替他挨上十五刀吧 秦怀死在第十五刀 然而我未停手 面色不改 一直到割完 祖母昏了过去 浑身都是冷汗 满屋子的血腥味 赤红的血会成一股 往外流去 我去偏店换了身干净衣裳 呼声毁到了教坊店 青岁看到我 担忧地迎上来 他一定闻到我满身的血腥味了 我的手指抬了抬 我好累啊青岁 我太累了 他最终什么也没说 只是将我扶上榻 为我掩了眼被子 我闭上眼睛之前 抓住他的手 翘翘会怕我吗 他顺了顺我耳边的病发 不会的 娘娘睡一觉吧 睡一觉就好了 这一觉睡得极安稳 我什么也没梦到 我一睁眼 看到钟叔母不转睛地盯着我 他又瘦了 憔悴的不成样子 我转过脸不去看他 盯着仗顶 打算如何处置我 他沉默了很久 半赏才开口 秦家摆出两个选择 一是让秦家敌自己进攻 抚养阿胡 不可能 我深吸了一口气 第二个 直接说第二个 钟叔到第二 废中公 选秀女 店内悄无声息 一直到窗外一声鸟提 我才惊醒 我到第二个 我选第二个 我不可能将阿胡 交到秦家人手里 那你怎么办 我扯出笑诣 那笑容很是僵硬 什么怎么办 钟公之位 废了就废了 钟叔这次又是沉默了很久 他抓住我的手 那我呢 碎碎 那我怎么办啊 他好像一个迷失了方向的一乡人 忙忙然抓着我 我想反握住他 然而还未动 就猛个惊醒 我的翘翘 死在这座深不见底的皇宫 他的父亲是帝王 无论如何 他终究是帝王 一切都以面目全非 当初那条裂缝出现的时候 我们心照不宣的将他接过 少年夫妻不易 更何况是皇家的夫妻 那时候我还没明白 横根在我们之间的 不再只是两个人之间的纠葛 钟家 前朝 天下一切都在将我们越拉越远 如今 每一次我看他 都好像在看一个深渊 一个会吃人的深渊 后宫大选 长安城的贵女 一个个搬入各殿 冰冷的后宫开始有了人味 前朝后宫都在押皇帝 会先照每个宫的嫔妃事情 却没想到 半月过去了 皇帝一直塑在自己的寝宫 每日上完朝 就是批奏章 一直批到凌晨才行下 我知道这是忠叔无声的反抗 他这个皇帝 当得越是勤勉 前朝就越难有非议之声 他有时批完了奏章 就会偷偷前来我店中 我有时睡了 有时还醒着 后来只有等他来了 我才能渐渐入睡 他没来 我就整夜整夜的失眠 但我不敢告诉他 事实上 我们已经半月未曾 好好地坐在一起了 他瘦了许多 我知道他承受着极大的压力 秦家在朝中是大 机遇一手遮天 若非忠叔在前运作 我又怎会好端端待在交房店 他每次来 我都知道 但我只装作睡熟了 有一次他在窗边坐了很久 忍不住过来 蹲下握住我的手 哑声道 碎碎 我想喝你做的番茄汤了 我鼻子一酸 眼泪差点掉出来 我的厨艺很差 每次烧出来的番茄汤都很酸 但忠叔总能一滴不胜地喝完 面不改色地夸赞 头一回 我还以为我是做菜的料 半信半疑端起来喝了一口 还没细品 就一口喷了出来 实在是酸 酸里头还夹杂了一股怪味道 后来只要忠叔惹我不高兴 我就做番茄汤 但他次次甘之如頤 阿狐生辰是在交房店里过的 他熬到害时 终于忍不住在我怀里 哈欠连连 我问他 将来他想不想像他阿爹那样 当一个皇帝 他抿着嘴想了很久 点头 他说 阿娘 我想所有人好好的 我吸了吸鼻子 将脸贴在他的头顶 轻轻拍他的背 哄他睡觉 睡吧 阿娘只要阿狐安乐 不管阿狐做什么 阿娘都不会阻拦你 忠叔靠在门外 只露出一片衣角 那日之后 我就病了 开始只是小风寒 煤太放在心上 露冬后就病得很严重了 忠叔偷偷找了宫外的名医 然而丝毫不起作用 我的病一日比一日重 其实早前宫里的太医 为我整排时就说过 当初我在雪地里落了病根 心动玉奇又重 身体才会被一步一步拖垮 后来多数时间 我都是昏昏沉沉 不省人事的 有时候闭上眼睛还是午时 醒来 就是隔日的早晨了 但我睡也睡得不好 我老是梦见翘翘 梦见母妃 梦见我未死的父皇 往往一开始是其乐融融 一到后来 他们便死得死 走得走 醒来是刺骨的寒 闭上眼睛又是苦得发色的梦魇 三年下来 我每一日都活在往事与痛苦之中 阿虎九岁那年 我病得起不来身 周叔开始不避讳 日日到我宫殿里 来了也不做什么 只是念书给我听 多是些才子家人历经磨难 方德圆满的俗套故事 这几年里 后宫各店门前都落了灰 她一次也未踏进去 远在行宫养病的太皇太后 拖着病体 在她面前求她 也只换来她一句 冷漠至极的 送太皇太后回行宫 她谋划了这么多年 才终于扳倒秦家 秦家抄家那天 她像个孩子一样 跑到我面前又哭又笑 我牵过她的手 皇帝累了吧 我拍了拍身旁的踏 睡吧 睡一会儿我再叫你 那应该也是中书 这么多年来 睡得最安稳的一觉 她睡得很沉 连阿胡来都不知道 我抱了抱阿胡 她又长个了 轮廓越来越分明 也越来越像当年的中书 只是她不爱笑 尤其这几年 越来越沉默 我给她做了一碗蛋羹 好像当年她还小 然后还没长全一般 我将蛋羹眼的稀烂 一口一口喂给她 她吃完了以后 看了我很久 我从柜子里 拿出那块曾经 借给中书的长命锁 给她戴上 我道 看阿娘这些年忽视了你吗 她摇头道 没有 阿娘没有忽视我 阿娘带我很好很好 她已然明白什么 拖进我怀里 闷声开始哭 我看着她 一直到她哭累了 才拿出帕子 给她擦眼泪 醒鼻涕 阿娘累了 撑不住了 阿娘想先去睡了 阿胡 自己能应付得过来吗 她点头道 阿胡可以 阿娘不必担心 然后阿胡听见一声低雅的窥叹 似乎从无尽的深渊爬上来 透着疲倦 不舍 怜惜 酸楚翻滚 阿胡 莫怕 阿胡走了以后 我洗漱了一番 我在床上躺了太久 许久未曾打扮 今日我精神很好 贴了花垫 勾了斜红 又染上口汁 头发我挽不起来 便去推醒中枢 她睡得有点懵 看着我穿一身大红衣裳 站在她面前 还有些不适应 我将牛角书硬塞在她手上 温声说道 替我挽个记吧 我看着铜镜倒映出的两个人影 一时有些恍惚 她和我容貌 都未曾变化多少 只是眉眼间的生气 都或多或少散了 她手笨 老是扯着我头发 揪得我头皮发紧 我拍了拍她的手 轻点 她又是手忙脚乱 好不容易挽出一个 松松垮垮的计 已经是满头大汗了 我将锣子带又递给她 笨 什么 她动作一顿 笨笨笨 她眼中掠过一丝苦涩 然而很快就将她接过 是啊 我笨死了 挽个发都不会 难怪你和翘翘都要挠我了 碎碎 你往后教教我好不好 以后我天天给你挽发 我笑得温暖 摇头道 不好 她红了眼眶 为何 你挠我了吗 我又是摇头 从未 我握紧她的手腕 先描眉吧 她动作十分生疏 画出的眉又粗又长 我便一遍又一遍地擦去 我望着她认真凝肃的眉眼 往后也会给另一个女子 这般描眉吗 她手颤了颤 不会 从你之后 再无旁人 我将一直戴在身边的那块残玉 戴在她脖子上 那玉我一直贴身戴着 还留有残温 最后 我将玉放入她的衣领里面 整了整她的领口 中书 我很自私 我不想让你忘了我 也不想旁人坐我这个位置 你的一生还很长 应该还会再遇上一个很好的女子 我生性好度 不想看到你和旁的女子和和美美 往后摇真有了心上人 来我临前 千万别提 她眼尾微红 提起嘴角 提了会怎样 你会起来打我吗 不会 我轻轻地笑了 中书 我只会自己生闷气 我不舍得让你生气 她掉了滴眼泪 碎碎 不会再有旁人了 不笑 你这人 说话十句有九句是真的 但这九句里又有七句 是你做不到的 这次是真的 碎碎 她像那孩子一样 我知道 中书 我用目光一遍遍描绘她的眉目 岁月待她最是温柔 未曾在她面旁上留下什么痕迹 连她眼里的细纹都沉脸的动人 她轻瘦了些 却也更加品拔 我从未后悔和你成亲 也从未怪过你 人之一生 何其为造化所弄 我说过了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我这一生留下太多的遗憾 但有一处 我从未有憾 在我十八岁那年 我成了中书的新嫁娘 有时候我不明白 我有什么好的 脾气差 不讨人喜欢 怎么你这稀罕得紧 莫不是在骗我 后来我想了想 我一无所有 有什么好被惦记的 你说你一少年郎 喜欢我这死气沉沉的人做什么 中书 你做得近视亏本买卖 她低着声道 碎碎 你很好 配我 绰绰有余 我被她逗笑 眼泪速速往下掉 大言不惭 怎的便招法夸你自己 我扶着她站起来 走出店外 春寒料鞘 远处红墙带� 一枚铜铃挂在檐下 随风清白 铃铃作响 我站在高高的台阶上 指着远处起伏的群山 同中书说 曾经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你只是个秀才狼 无甚才华 无甚俊梦 功名止于此 便去邻村叔叔 当了个教书先生 我每日洗衣做饭 日暮时分 便在葡萄藤下 小气等你归家 我俩无甚积蓄 却也不愁吃穿 梦见你只是个秀才狼 无甚才华 无甚俊梦 功名止于此 便去邻村叔叔 当了个教书先生 我每日洗衣做饭 日暮时分 便在葡萄藤下 小气等你归家 我俩无甚积蓄 却也不愁吃穿 你回来时会同我讲叔叔 里哪个顽皮小童 又惹出了如何时段 我也爱与你讲 读到的画本里头的故事 你知道我喜爱哪家的点心 盼了哪家新出的布料 我也了解你的口味偏好 我为你洗手做羹汤 你为我点唇苗眉 从前我读词 最爱一句小舟叶叶 纵横进退 摘翠者灵 挽红者连 举白者云 中书 你说这样的日子好不好 我这一生都过得不太好 下辈子我不想这么累了 他已泪流满面 好好 来生 我们变过这般日子 我不再让你累着半分 我靠在他的肩头 倦意涌上来 中书 我想去宫外 想去数一数 从这走到宫外 宫墙上会停多少只麻雀 他将我扶上背 一步一步踏下台阶 他的背 即是宽厚 我将头靠在他的背上 随着他的走动 轻轻的晃动 我六岁那年 你离开长安城 我去送你的那日 我在公道上数了十三只麻雀 这皇宫 过了二十多年 未曾有丝毫的改变 两三只油亮的柳枝 沾着露水探在墙头 几点脚印斑驳踩过带瓦 这有一只了 中书 我强撑着眼皮 吁吁一只 是 一只了 他背着我 从第一只数到第九只 后来我看不见了 也跟着他念 重复他的数字 一直到第十三只 中书等了片刻 还没有听见附和的轻声 他将背上的人轻轻扶了扶 继续背着往宫外走去 前几日才刚下了大雨 今日是难得的一个开云见日天 带瓦之上 越来越多的麻雀 扑着翅膀飞走 飞向无垠仓穷 一直走到宫门外 中书才轻轻偏过脸去 轻声说 碎碎 这儿有三十只雀儿 我们出宫了 宫门之外 来来往往的百姓 看着那个以着功能的玄长青年 内如雨下 哭得像个孩子一样 他背上的红衣女子 闭着眼睛 嘴角还勾着笑 沉沉的陷入黑田梦乡中 全文完喜欢的宝子 点赞支持一下吧 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评论区交流